經過一個暑假的休耕 還有這個番土 絲肥 像咖啡渣、豆渣 還有最有利的牛 牛糞 這一兩個月我們有種了一批一些 新的菜 今天就帶各位來這個看一下 這些菜長得如何 先來看一下這個 新搭的架子 之前搭的架子,颱風還沒來就倒了 這一次我很有信心 只要東北季用來就會倒 這是檢疫型 經過力學 ANSYS模擬分析的 很有彈性 很有饒度 都不會倒 看一下這下面種子 這有兩顆牛番茄 兩顆巧克力番茄 還有兩顆 圓形的茄子 大概種了兩三個禮拜 看起來長得還不錯的樣子 對不對 你看這個茄子已經在開花了 這麼小顆就開花 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至少看起來長得都還蠻健壯的 好不好 那就 一兩個月之後我們再來看他的結果如何 這一顆 就是香花啦 本來想去這個十字路口賣香花的 碧蘭花啦 但是後來想想 沒有幾顆賣不了 應該下一批的時候 應該就會長得很茂盛 下禮拜我們再來看看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其他的 這顆 軟軟軟 這三顆這個 剛整理完 各位看到上面還有一點肥料的橫肌 準備 過幾天 買一些這個 高麗菜 比較葉菜類的再拿來種 先來看這一區 這個 大陸內 種了兩三個禮拜 各位看一下 只有四個事情 慘不能堵 以往呢 大概種兩三個禮拜 大概 會比現在看到的大概會大兩三倍 但是現在看到的幾乎是 營養不良 所以我又在中間加了牛糞 不過看起來效果不是很 隔壁的很好 人家的大陸內長得多茂盛 所以我在懷疑啦 基本上天氣都一樣的話 應該就是我的肥力不佳 那肥力不佳呢 我在猜想應該就是牛糞的問題 那牛糞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再跟各位做個解釋 然後這個是 包心白菜 這個看起來就還好 應該是 這一區我在加肥料的時候 應該是加了相對比較多 看起來葉子都還蠻茂密的 只有一些 蟲害啦 不過這個蟲害基本上大概就是 小問題 白菜也是很容易蟲害的 這個基本上 白菜也是很容易蟲害的 應該現在這個季節太陽還是相對大 因為現在溫度大概都三四三五 所以蟲也保去 躲起來了 怕避免曬傷 所以現在看起來都還好 看起來不好看 你看這個雜草還是重生 基本上都沒有農藥 好再看一下這兩個生菜區 已經種了三四個禮拜 只有兩個自行 失敗 而且是失敗中的失敗 各位可以看到 長的 基本上就是 牽涉不起 即使長的相對比較大顆 像這個 鹿角黑菜 龍角傘 但是 還是很小顆 而且葉子 長的不是很漂亮 乾乾的 沒有什麼樣的水分 這個紅珊瑚也是一樣 這個摸起來就是 像紙張一樣 這代表這個含水量都不夠 關鍵當然可能就是天氣了 不過肥力也有問題 肥料下的不夠多 這一區也是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而且每一顆長勢都不太一樣 肥料吃的也不是很均勻 火焰窩炬對不對 火焰窩炬對不對 香玻璃 很明顯這個 即使9月份 種生菜還是不是 這一區就是 青花 只欠白板跟紅棕 大三小 好不好 這個青花也是長的亂七八糟 也不是很老 都是種了大概 三四個禮拜 那這個是 掛著 大概就是 看起來也可以啦 不過中間有幾顆都是死掉 在很小顆的時候就熱死 那這個看過年前可不可以採摘 鍍個 另外來看一下 這個軟生兄弟 羅曼 還有這個 田羅曼 這個大概種了 兩個多禮拜 這個已經快一個月 很明顯 這個羅曼長的 也不長一樣 葉子也都沒有張開了 沒有變大 很明顯 還是肥料的問題 連羅曼也是一樣 有大有小 可見的 我當初土在翻的時候 肥料下的時候沒有翻的均勻 導致可能有的就長得比較 有的長得比較差 基本上這是可以摘了啦 不過一樣喔 這個葉子摸起來就是乾乾扁扁的 沒什麼水分的樣子 應該是天氣熱啦 水分不容易保存 所以建議各位 種生菜大概還是要10月種之後 種才會比較 活著實驗嘛 總是會有失敗 明年我們就大概知道大概10月中 才適合種這些生菜 一樣喔又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各位看一下玉米 這個已經種了 一個半月 快兩個月 各位如果看過之前的影片就知道 之前我們種的玉米非常漂亮 但是一樣喔 這一批玉米看起來大概只有前面這 五六顆長的還可以 後面呢 第一個可能營養不累 第二個可能是什麼 膠水膠太多 因為我膠水從上面噴 水會激流在裡面 可能很容易導致裡面爛電 不過這是推測 陸地 一樣是 失敗 這個地瓜葉就不錯 這是從前面 遺址過來的地瓜葉 遺址過來呢 因為土地 現在是很熱了 長得越很快 你看這個梗都很粗 葉子也相對比較大 蠻鮮綠的 這個還有種一些小辣椒 不是陽春麵的小辣椒 是真的小辣椒 青龍 開花的青龍 也是 不會辣的小辣椒 這個已經長出來了 大概都種了 三四個禮拜 快一個月 看起來還可以 另外這個 有蔥的 還有這個 是什麼菜我忘記了 類似A菜類 看得出來這個蔥已經種了一個多月了 找來不找哪樣 這個長的也不好 應該都是土長 天氣熱 土長 對面那一排更不用錢 有長跟沒長 剩下就是倒掉的皮下 絲瓜 還在硬撐 繼續下禮拜就把那 全部冷掉 重新種新的 大概就這樣 忘了剛剛講 這個為什麼牛糞會失敗 這個為什麼牛糞會失敗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用的牛糞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殘留的牛糞 大概就剩下 肥粒不足 我們來看一下肥粒不足 是不是牛糞的問題 在這 在這 這個就是剩餘的牛糞 不過這已經收集已經放了一個多月 對 各位看一下這個牛糞 基本上還是很鬆散 沒有發酵的一個樣子 所以呢 會不會是因為 這個牛糞的肥粒不夠 導致這樣的情形 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非常鬆散 放了一個多月 對喔 理論上應該會發酵 會稍微比較 黏著一點 看起來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呢 後來 這個 跟牛糞的小開討論之後呢 我原來發現 那這一批給的牛糞呢 是牛在懷孕期間 所收集的 那他說牛在懷孕期間會吃得非常清淡 所以呢 有可能吃得清淡 拉出來的也清淡 好啦 不過這是推測原因啦 當然這個季節氣候也是一個原因 沒關係 我們下一次 再跟他要多一點的泥份 撒多一點 肥粒就給他下下去 好不好 從白天忙到晚上 下山來再忙著 這個做事 結果玉蘭花還長這麼 不然本來要在河南西屯入口賣 現在可能要過一陣子 不過最有成就感的還是這一顆 所以能賣錢的不一定好 眼睛看得到的 對不對 才是最有價值 不能賣的東西 不能賣的東西 反而是 最容易陪在你身邊的 就是油價 我來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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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 那是 我來不見的 不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